哈喽,我是Mini 今天我要做一道香喷喷的无油蒜香鸡腿饭 鸡全腿两只,大概650克左右 用剪刀去骨 再用叉子在袋皮这一面扎几下,方便入味 然后把鸡腿装进一个大碗里 加入大蒜末、姜片、盐、生抽、料酒、蜂蜜、蚝油 上手抓匀 放冰箱里腌半小时左右入味 开中火热锅,锅里不需要倒油 鸡腿肉放进平底锅里,鸡皮朝下 然后转小火,开盖煎5分钟左右 翻面 盖上盖子,继续小火加热3分钟 鸡腿肉就熟了 现在转中火收汁 腌鸡腿的酱汁也不要浪费,把它全部倒进锅里 不断翻动鸡腿,将汤汁收干 蒜香鸡腿就做好啦 把它切快 装上一碗热乎乎的米饭 马上鸡腿肉 配点蔬菜 撒点芝麻 一碗刷香鸡腿饭就做好啦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分享,请帮忙点赞,关注,转发 下期再见,拜拜